在运算中有很多有趣的算式 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探索算式背后的规律 别忘了带上你的计算器哦 1乘1等于1 11乘11等于121 111乘111等于12320一 仔细观察一下前三个算式和结果 发现什么规律了吗 第一个算式 乘数都是1 G也是1 第二个算式 乘数都是11 由两个1组成 G就从1起按顺序写到2 再按反顺序写到1 第三个算式 乘数都是111 由三个1组成 G就从1起按顺序写到3 再按反顺序写到1 也就是12321 像121 12321这样的数 无论从前往后读 还是从后往前读 都是一样的数 这样的数我们就叫做回文数 于是1111乘1111 就等于1234321 1111乘11111 就等于123454321 用计算器验算一下 看对不对 看来我们的规律真是找对了 乘数是7个1 所以结果是1234567654321 99乘99等于9801 999乘999等于998001 9999乘9999等于9998001 发现什么规律了吗 这些算式的G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比其中的一个乘数少 后一部分是01001001001 位数与乘数的位数相同 那么99999乘99999 就等于999980001 那么999999乘999999 就等于99999800001 用计算器验证一下 规律正确 观察一下算式和得数 分别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乘数 是从1开始的连续自然数组成的 第二个乘数都是9 加上的数 比第一个乘数的位数多1 结果由若干个1组成 1的个数 与算式中所加的数相同 我们照着这个规律再写几组 1234乘9加5 等于11111 用计算器验证一下 正确 12345乘9加6 等于6个1 用计算器检查一下 还是正确的 123456乘9加7 等于7个1 用计算器再检查一下 还是正确 看来我们的规律又找对了 有意思吗 随着今后的学习 我们还会接触到许多有趣的算式 今天呢 你学会了吧 快去做点练习 你试试吧